公司的第六屆董監事任期在去年9月就已经到期 当时由行政院提名21位董事与5位監事候选人 但最后仅有7位董事及1位監事通过 直到上周行政院才在补提名14位董事和4位監事 并预计在今天举行审查会议 结果却被国民党提名的审议委员突如其来的集体请假全都乱了套 其实公共电视法当时在立法的时候 为什么会独一无二的设立这个叫做审查委员这样一个制度 其实就是为了政党直接介入 政治直接介入 所以必须中间人要再推选审议 就是国民党所对着的行政委委员 这个集体缺席 这件事情是创下一个非常遏制的案例 那么这个就是赤果卵 叫政治绑架 公事董监事审查委员 是由立法院各党团 依照各党在立院的席次分配名额 包含民进党团8位 国民党团5位 民众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各1位 合计共15位 国民党团提名的廖元豪 包正豪、纽哲勋、陈学胜、胡静英等5人都全员缺席 不过因公共电视法规定 公事的董监事候选人 需要有全体审查委员会4分之3以上的同意人数才能成立 所以今天国民党团的5位审议委员都没有出席 直接让会议无法达到4分之3同意门槛 形同直接否决名单 虽然今天的审查会议中在董监事候选人提名没有精湛 但为了避免再出现有委员恶意杯葛名单情况 今天有委员提案修改审查作业准则的门槛 将从全体审查委员会更改为出席委员 最后会终以8票赞成2票弃权 获得超过3分之2的同意票 通过修改审查作业准则 也就是说就算下次国民党提名的审查委员不出席 审查委员会也能照样审查名单 文化部也说会和法务部研究事法性 如果修改案没有违法问题 就会在折旗召开审查规议 这个部分其实审议委员历届都有讨论 那么我们也依照这个观点就尊重所有审议委员